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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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拱火 我喜欢吃一般味的 把里边放现在放的是油菜花 然后葱放进去了 在外面一层黑色的是肉 里边里边的话是豆子 外面层是肉 吃的不错吃的不错 帮我吃一个 我再吃一个这个 鲍鱼 小鲍鱼 美味的 盐豆子 盐豆子 豆子特别甜 日本这种 比如说黑豆丸这种豆子 他们做的特别甜 偶尔吃一个 可你吃多的话 有点腻的感觉就会 然后他们就带一份 生鸡蛋搅一搅 然后蘸肉吃 那我脱下给你盐豆子 我吃了 你吃了 所以你吃了 你吃了 然后就是这样 然后就蘸了生鸡蛋吃 就这样 就这样 所以很神奇的一件事就是 放这里边不放盐 不放别的调味料 然后就放糖 就放酱油 就放的料酒 就是三样 其他什么都不放 然后就剩下的放食材 然后这样的话 味道真的是很不错 真的很好吃 真好吃 蘑菇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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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公布 咱们中国看春晚 日本看红白歌会 这个就是红白歌会 分两组比赛 就是两组歌手 然后唱歌 最后选出来 红队还是白队胜 所以每年都会这样唱歌 它是只有唱歌 不给春晚上 有唱歌 有舞蹈 还有小品 之类的东西 他们就唱歌 但是日本看红白歌 但是日本看红白歌 跟我们春晚一样 这个是日本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女子团体 是AKB48 然后上海也有 然后印尼也有 然后泰国也有 然后刚才那个是泰国 是上海的一个代表 然后来了 然后来一起跟全世界的 好像各国家的AKB 他们就是共同的做了一个这个 就是参加这个红白歌会 所以就是这样 这样就是日本过年就是这样 好了 最后跟我的朋友画着画 然后拍张合影 今年过年就是这样 然后日本的过年也过完了 一般就是吃饭 看电视 看电视看的话就是红白歌会 然后吃饭的话 要么就是桥梅面 因为桥梅面 我们中午已经吃过了 所以晚上的话就是 那个 就是烤牛肉 煎牛肉 所以日本的过年 真的是没那个国 没国内那种 有年味 日本过年 真的是没年味 然后有可能是明天会有什么活动啊 去庙里边拜庙啊 拜神啊之类的 会有大小活动 但是我就冲着热脑 一个人太多了 好了 所以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拜拜